我们记得我们三个月思想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 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我们第一,不怕受苦与罪断绝 第二,不怕被称为怪人过圣洁的生活 第三,不怕劳苦,用恩赐财干来服侍神 我们今早继续思想第四章十二到十九节 来看看基督徒为主受苦的代价 我们第一方面来看第十二到十三节 第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事业领告你们,不要以为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那使徒彼得用火来形容试炼 是要强调试炼会让人难于忍受 火的试炼是基督徒在苦难中的一种试验 使我们在经过试验之后,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 普通的铁跟经过火炼的钢 在价值上具有极大的分别 照样经过火炼的信心,使基督徒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我们才能够被神大大的重用 好像摩西,他要经历被法老王追杀逃到旷野四十年之后 他能够被神呼召出来带领两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 大卫被扫罗王追杀了多年之后 他才能够坐上王位 成为一个贺神心意的王 彼得要经过三次否认耶稣痛苦的经历之后 才被耶稣重新呼召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 所以彼得就提醒当时的基督徒 如果遇到苦难的失恋,不要以为奇怪 十二节后面说,似乎遭遇非常地事 就是不要把受试炼看得太稀奇 这乃是通常有的情形 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二节记载 当使徒彼得听见耶稣说 他要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彼得那时就拉着耶稣的手说 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彼得当时也觉得非常奇怪 像耶稣这么好,这么敬虔的人 怎么会被人杀害呢 可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是容纳不下敬虔的基督徒 正如当时容纳不下主耶稣一样 基督徒的善行 常常使世人的良心受到责备 因此呢,世人一有机会便起来反对避害基督徒 基督徒不要以为行善的结果会受人欢迎 其实不然 基督徒虽然可以得到人的敬爱 但是反对的人也很多也不少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 老早就告诉我们了 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因此我们要靠主刚强壮胆 在试炼中不善胆不灰心 我们的信心不动摇 能够靠神打赢每一场试炼的战 第十三节说 道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我们常常在受苦的时候很忧伤流泪 但彼得劝我们受苦时不要觉得奇怪 反倒要欢喜 受苦的时候要欢喜 原来这是彼得他自己的经历 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就记载 彼得和门徒们和使徒因为出外去传道 就被犹太领袖抓了下在监牢里面 犹太领袖就审问在审问彼得之后 就警告彼得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道 然后把他们打了就释放他们出去 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出来之后 他们根本没有觉得很忧愁很愁苦 他们反而觉得心里非常欢喜 被打被骂反而觉得非常高兴很欢喜 因为他们觉得能够为主耶稣受苦 这是他们配得的 主耶稣到书上来为我们受苦 我们信主后为耶稣受苦 其实是我们和耶稣一同受苦 我们分享了耶稣所带来的恩典 也承受信耶稣所带来的苦难 这一切主耶稣他都会带领我们经过 他不会挑选我们独自来受苦 耶稣他必与我们同在 并且在受苦当中他会安慰扶持我们 并且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能够有耶稣陪我们一同受苦 这是我们极大的荣耀 我们看到有多少基督徒为了逃避苦难 为了逃避受苦 他们宁愿就放弃耶稣不信耶稣了 但是圣经应许我们 我们今世与耶稣一同受苦 将来必欢喜与耶稣一同的荣耀 现在的苦难是将来的荣耀 逃避现在的苦难 等于逃避将来的荣耀 有一个寡妇她辛苦把她的独生儿子养大成人 后来儿子就出国留学 在外国就大有成就 就留在美国一间大公司来工作 而她母亲却孤单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房子里 因此母亲常常向邻居埋怨儿子不孝 邻居就问她了 你的儿子不是常常都寄东西回来给你吗 母亲说有啊 她常常寄一些外国人的照片给我 我都把她那个照片连在房子里面 那个破洞把它补破 拿来补破洞 所以当邻居进门一看 这个墙壁上补的破洞全部都是一百块的美金 老人家不认得这个人是谁 所以这个照片是美国前总统弗兰克林的人头像 所以老人家就不认识她 就以为那个是谁的照片就把她拿来补破洞 这位母亲啊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还埋怨儿子不孝 神的恩典也常常在我们的周围的 我们却埋怨神让我们受苦不眷顾我们 当我们仔细用心思想 你就会发现 神并没有亏待你 在你受苦的时候 神一直都在身边 在你的身边帮助你 因此忍受短暂的苦 要成为我们永远的欢喜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第二方面 十四到十六节 第十四节说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长住在你们身上 这一节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 登山保训的教训教导是相同的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耶稣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灭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使徒彼得引用主耶稣的这个教导 就勉励我们为主耶稣受苦 为主耶稣被辱骂便是有福的 这跟世人对福气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 世人认为凡事顺利利平平安安就是福 特别是再过五天就是农历新年了 许多人都祈求新的一年能够一帆风顺 他们希望新的一年能够伸强体壮 儿女失业有成 孙子学业进步 所以家里挂满那个倒过来的福字 世人都在追求这地上短暂的福 不能够使人心灵满足的福 唯有耶稣所说的 凡为他的名受苦受羞辱的 他的福气不但是地上有连天上也有 这个福气还能够存到永永远远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 受苦是短暂的 享受福气是永远的 我们如果为基督受苦 神荣耀的灵就在我们的身上 帮助我们能够圣服神的旨意 我们就在魔鬼面前得胜了 神荣耀的灵就是指圣灵 在圣经里头圣灵有不同的名称 例如真理的灵 神的灵 恩惠的灵 智慧和启示的灵 都是指同一位圣灵 不是表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圣灵 圣灵是上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 因此圣灵也是神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 就在派荣耀之神的圣灵 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圣灵会帮助我们在苦难中不体贴肉体 也帮助我们愿意为基督耶稣的名来受羞辱 美国的著名拳王乔路易 他六十次打拳就都胜了对手 六十九 然后其中有五十五次是一次就把对手打倒在地了 但是呢 这个乔路易啊 私底下他为人是非常温和谦卑的很谦和的人 跟他平时打拳那种勇猛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天他跟朋友一起驾车出外 在路上他驾的车跟一辆小货车有一点小小的痛创 那个货车司机就下车了 就气冲冲的就把那个乔路易啊就把他痛骂了一顿了 还羞辱他说你不会驾车啊 然后货车司机就走了 坐在乔路易旁边的那个朋友就问他说 你是拳王耶 人家这么骂你为什么你不要给他一拳来教训他 小路易就幽默地回答说 如果有人辱骂这个歌王 歌王卡罗素 你想歌王会为他唱一首歌吗 在很多的美德当中 有一项最难学的呢就是忍耐 忍耐就是圣灵的果子 让神荣耀的灵住在你的里面 使你在被人羞辱的时候你不缓口 你也不出手 将你的委屈来交托给神 使你在被人羞辱的时候能够荣耀神 第十五和十六节说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 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 但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15 16 says If you suffer it should not be as a murderer or thief or any other kind of criminal or even as a meddler However if you suffer as a christian do not be ashamed But praise God that you bear that name 那当时的基督徒已经面对外邦人的反对了 The Christians at that time faced great opposition from the Gentiles 外邦人在找很多的机会来对付基督徒 The Gentiles were finding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attack the Christians 所以使徒彼得就提醒当时的基督徒 So the Apostle Peter reminded the Christians at that time 若是因为自己杀人偷窃 作恶好管闲事 If you are a murderer or a thief or someone who is busybody 你会引起世人对基督徒更加的反感 You will invite even more repulsive response from the crowd 而且招惹世人的逼迫和辱骂 And you will receive insults and persecutions from them But这些都是羞耻的事情 But if this is the case then this is a very shameful thing 都不能够荣耀神 This does not give glory to God 所以有人就说一句话 So someone said something 面子是别人给的 脸是自己丢的 That respect is gained but reputation is lost by own actions 当你行善的时候 When you do good 别人会尊重你 People will give you respect They will give you respect They will give you respect 可是一旦你犯错了 But when you do something wrong 别人就会看不起你 Then people will look down on you 你就把自己的脸给丢光了 And then you have lost your reputation 基督徒如果作恶 你的脸自己被丢光 And if as a Christian you do something evil Then you will lose reputation 神的名也同样被你丢光了 You will also dishonor God's name 因此基督徒只要照着神的话与生活 So as long as a Christian lives according to God's word 就担保不会犯错 Then he is guaranteed that he will not do wrong 也不会受外邦人的苦 Then he will not suffer under the Gentiles this way 相反的 基督徒若因为好行为而受苦 If a Christian were to do good 这不单不是羞耻的 And they suffer for it It is not shameful 而且是荣耀神的 But it's actually something that glorifies God 基督徒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常常被人拿来讥笑的 Now the term Christian at that time is actually a joke Or something that is insulted 但是不要觉得羞耻 But do not feel shameful 法而要因为基督徒这个名字归荣耀给神 But because you bear this name of Christian You give glory to God 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When I first started out as a Christian 也是很怕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 I was also afraid that people would know that I am a Christian 也很害怕同事们会嘲笑我 I was afraid that my colleagues would laugh at me 所以每次我跟同事吃饭的时候都不敢谢饭祷告的 So every time when I have a meal with my colleagues I would be afraid of not saying grace before the meal 我常常都是假假把手放在额头上 I would faint and then just try to put my hand on the forehead And then just try to put my hand on the forehead And then I would faint and then just try to put my hand on the forehead And then I would faint and then just try to put my hand on the forehead And then the colleagues couldn't see that I'm closing my eyes behind my hand And then quickly in my heart I would recite three words And quickly in my heart I would recite three words 快快祷告说感谢神 然后就这样子 谢饭祷告就过了 所以有一次我的同事就问我 为什么你每次吃饭的时候 你的时候要摸你的额头 我都不懂怎样回答他 后来跟他讲说 哎呀这个是习惯啊 后来慢慢就明白道理了 觉得信耶稣是一种福气 是一种荣耀 就不怕羞耻 告诉同事说 哎我是基督徒了 所以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上 我就与这一群离开三十六年的旧同事 再一次吃饭 再次见面吃饭 我开心跟他们说 哎我做了牧师了 我的旧同事当中 也有两个人后来也信了耶稣了 我们都不会觉得做基督徒很羞耻 有一个教授在演讲的时候 他就拿出一张一千块钱的钞票 就问台下的观众 哎呀谁要这一张一千元钞票啊 几乎每一个人 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 然后教授就把那一千块钱 就把它揉成一团 然后再问说 再问说 谁还要这一张一千元钞票吗 他再问说 谁要这一千元钞票啊 举手的人还是很多 教授就把那一千块钱 就扔在地上 就用脚踩啊 踩啊 踩啊 揉揉揉 然后那张钞票 就变成又脏 又皱的钞票了 教授在问说 是还要这一张钞票呢 台下还是有人举手的 不论一千元钞票 多肮脏 还是有人要的 同样的 不论你跟我多么糟糕 在神眼中 我们仍然是神的宝贝 并且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二十节说 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你们是众价买赎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 基督徒不应该 轻看自己觉得羞耻 虽然我们在地上 不比马云有钱 但我们在神手中 是身价百倍的 是主耶稣在十路架上舍身 用重价将我们买赎过来的 神爱我们 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不要再为做基督徒 而感到羞耻 反而要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 荣耀神的基督徒 最后第三方面 十七到十九节 十七节十八节说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紧紧得救 那不迁信和犯罪的人 将有何地可占呢 彼得这里说 时候到了 可能是指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正是神的教会 首先经历逼迫的时候 神让信徒经历逼迫 这乃是神的审判 我要洁净神的儿女 坚固基督徒的信心 很多基督徒以为 信耶稣灵魂得救就够了 他就可以造自己的喜欢 糊里糊涂的生活 不造神的话语来生活 不要忘记 神是无所不在的 他每时每刻 都在监察我们的言语和行为 神必造基督徒的恶行为 来刑罚他们 这是神对我们今生的审判 所以我们不但是要 不只认识神是慈爱的 也要认识神是公义的 公义的神不容许 与他的儿女犯罪 就好像父母不愿意 看见他们的儿女 做错事一样 神审判基督徒的目的 需要基督徒能够 醒悟过来 赶紧从错误中回转 不要再陷入罪恶中 不要再中了魔鬼的诡计 审判是有先后次序的 无论是今生或是将来 神的审判都是先从神的家 就是教会 基督徒开始的 然后才审判那些不信主的人 神先对基督徒在今世管教的审判 然后当主耶稣再来时 基督徒也是首先要面对工作的审判 最后是不信耶稣的人 还有逼迫基督徒的人 要面对基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在严厉的审判之后 他们的灵魂就被丢进地狱的火湖里 永远受痛苦不再出来 有一个妇女她生活非常痛苦 她就去问相命先生 相命先生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呢 相命先生说了 因为你前世做太多坏事 妇女又问了 那我的命要苦几年 我的苦日子要还有多久 下面先生就很自然 就动一动她的手指 五年 妇女就苦着脸说 什么 我的苦日子还有五年啊 那五年之后怎么样啊 下面先生就把眼睛闭起来说 五年后你就习惯了 其实我们人根本没有钱身的 没有什么钱事 做坏事 经事 受苦 绝对没有这回事 人的苦日子都是因为我们人犯罪 心中没有耶稣的人 不但是在短暂的今生要受苦 还要面对那将来审判之后 地狱永远的痛苦 所以在第十八节说 基督徒面对神严厉的审判 才紧紧得救 如果按神公义的标准来看 那些不信耶稣和逼迫基督徒的人 岂不是要灭亡到无地可占吗 连基督徒都紧紧得救 不信主的人根本一点得救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比我们看见审判有先后之别 他的结局也有很大的程度上的不同 第一是基督徒他先受审判 被刑罚的程度比较轻 不信主的最后受审判 被刑罚的程度比较重 基督徒是先受苦后享福 基督徒受苦不多 享福却是无穷的 我们在天家能够享受那永永远远的福气 不信主的在地上享福本来就不多了 却将来还要在地狱来得到那永远痛苦的刑罚 因此奉勤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宁可接受耶稣在十路架上为你的罪死的审判 选择先受苦后享福 而不愿意接受神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 不要选择先享福后受苦 那是没有得救的审判 结局是永远灭亡非常悲惨 最后第十九节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行善 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既然上面讲到神是审判我们的主 我们就要顺服神的安排 照神的旨意来受苦 神必负责到底 在受苦中也学习依靠我们的神 要一心为善 就是要专心行神所喜悦的事 在受苦的时候专心跟从神 不要埋怨 不要跟恶人一起去做恶 神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因此我们不要因为受苦而灰心 乃是将自己的生死 交在信实的创造主手中 信赖 这位上帝的眷顾和安排 生死是有神的时间的 就如在传道书第三章一到二节所说的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我们在受逼迫和受苦中 不必担心生死的问题 平心心将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 让神来安排 我们只管每一天依靠神来生活 和解释喜乐的生活 生命已经那么短暂了 为何要每一天悠悠愁愁来苦待自己呢 所以我不太喜欢吃苦瓜的 有人就问说 陈牧师你不喜欢吃苦瓜 我说生命都那么苦 还吃苦瓜 所以我们应当 欢欢喜喜地过日子 不要悠悠愁愁来苦待自己 神既是创造我们的主 神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我们依靠神所拆来的主耶稣 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白地活着了 将来还要与主耶稣 在天下活到永永远远 我们有这位创造主 成为我们今生跟将来的盼望 我们岂能不感恩呢 有一个故事啊 就说到上帝猜派两个天使 提着篮子到人间来 来收集基督徒的祷告 一个天使负责收集基督徒的祈求 那一个天使呢 负责收集基督徒的感恩 所以负责收集祈求的天使 他的篮子一下子就装得满满基督徒的祈求 可是另一个收集基督徒感恩的天使 他从早跑到晚上 他的篮子很可怜 只有几个感恩的祷告 这虽然只是一个故事 不是真的 我们的祷告是直接达到耶稣面前 不是由天使拿篮子来收集你的祷告的 但却说出一个事实 我们很会向神祈求 却很少向神感恩 如果你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时 你就会发现在每一天里面 有太多的事情是你可以向神感恩的 一个会感恩的人 将要经历更多的恩惠 所以下个主日是我们农历正月初三 早上十点我们有 新春的感恩礼拜 我们大家在那一天 都要把你过年的事情放在一边 一起播出 进来出席礼拜天的新春感恩礼拜 让我们向神感恩来 来开始我们新的一年 报答神给我们的爱与恩典 让我们每一天都懂得感谢神 连以行为也能够荣耀神 但愿我们大家以喜乐的心来迎接新年 在新的一年有力量经过火炼的试验 信心更加坚固 热心行善 完成神试验我们的目的 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 主耶稣的福音也能够记住我们 传给更多的人 让我们今生活着 就是在感谢神 在荣耀神 是一个 means to glorify God and to give thanks to God 阿们 阿们